平常我們在晾飯店吃到 已經分切好這種水果盒 很可能就是來自 位在新北的水果裁切大王 它這裡的工廠只有50坪大 可是光是設備 竟然就花了3000萬 因為它這個是 無菌等級的裁切器材 它每顆水果要在這邊泡冷水 甚至還要洗維他命C 因為這樣可以保持它天然的脆度 一天可以生產超過1萬盒 鳳梨大軍排排站 水中跳芭蕾 轉圈圈 摔掉灰塵泥土 從滑水道溜出來後 泡進用鹽定做的次氯酸水 SPA 3分鐘 再度坐上輸送袋 這一關水道掀刺後 臭氧壓軸來殺菌 我們現在看的這顆鳳梨是在 這個是來自於台南關廟的 金鑽鳳梨 它是採在八分手 透過田圈管理的一個模式 讓它的甜度是 發揮到一個最大的一個程度 鳳梨果肉才剛分切完畢 一會兒又有新冰上線 蘋果帶皮麥照樣梳洗分切才能見客 一個人一小時 標準KPI是120顆 節切的工作看似簡單 但是水果只要一切片 碰到空氣之後 就會容易氧化變黑 所以要保持水果 繼續白白嫩嫩的秘訣 就是切完之後呢 要趕快丟進4度C的維他命C水裡 要美味又要好吃 水就是關鍵 4度C能讓水果短暫休眠 縮小毛細孔保鮮 中均數也得控制做到飲用水標準 新宇航空 泰博科技 衛福部都吃這一味 還打進加勒福麥 日產能 飆迫萬和 我們為了追求就是說 國體的完整性 我們會把國體切得比較大 那主要就是說來防止它 就是說會有液水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從水果的選擇上面來源 對於這個品種特性上面 會有所要求 很雜3000萬設備 這裡的節切水果 不只含金湯匙出身 柱也很高級 透明鋁箔盒分成六小格 蘋果 芭蠟 哈密瓜 一人一試 不怕走位 比較高的附加價值 是在於精緻能源 變成這個附屬品 比如說像接下來公司這邊 可能會推出這個鳳梨果乾 那鳳梨原汁 我們可能會把這樣的一個廠房 設置在田間隔壁 七年級水果王子 打造專業分工產線 多角化經營 賦予水果新生命 享受營收 甜美果實 東森產電新聞的 這堂洪佩宇 新北採訪報導 看盤不斷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 股市直播